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这事就有意思了 我昨天晚上看电视 还看这女方的父母亲 从家乡赶到北京 跟那记者聊天说 拿矿泉水打这个男人的肖志军的头 打的都出血了 肖志军就认他父母打 就说你害死我女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俩人现在一查 其实还没结婚 那就不是丈夫 那法律上都没有 这医院来说就是你送来的 你就算是关系人 你知道吗 就当时 所以现在人们就是一开头有人出来争论 说这医院应该就此负伤 咱们这个法治不健全 应该抢治抢救 但家属不签字 怎么能看人活活死去呢 但是人家医院出来开新闻发布会 也有这学者替医院说话 说在这事上 不能说像往年那个灌肠思路 一出事就法治不健全 那有个学者好像叫什么孙冬冬 说实际在卫生这方面 卫生法规这方面 这个很健全 说即便你在美国动手术 你这个家属必须要签字的 他不是家属 他是这种叫关系人 就是你送来 你同学在操场上 有一人摔了 那另外的同学 把他扶到医院里边去 你就得签字 你就送去的就是关系人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孕妇本人不签字 他是昏迷不行吗 因为比如我 我是生过孩子的 我生孩子 而且这个是在美国医院里面 那是什么待遇 这个待遇跟中国很不一样 首先 这美国就是丈夫是进产房的 你这个中国就不行 就是丈夫要进产房 我一直想去看 从来不让我进去 你魂都没接 你放心 你肯定也 老想你男朋友的身份 但我跟你说 就是说 预先我已经得签一系列的 对啊 你当时人自己 比如说 对 我是不是要打麻药 那我当时选择的是 我不想打麻药 但是如果最后你疼得止不住了 你 你是不是要打麻药 就很细的 那不行 那到最后一关头 可能我 我可以改变 预先我要签的 不是我丈夫要签啊 对啊 因为我在生产嘛 难道那个孕妇进去就昏过去了吗 我看到过一次一个报道哈 就前几天好像是说这个这个丈夫为什么不签字呢 说好像是这个孕妇本人在清醒的时候都表达过拒绝这个头腹的这个 为什么拒绝剖腹呢 我跟你说 这事就有意思了 有一个 我先跟你说 这小夫妻俩 也算事实婚姻了 肯定 这小夫妻俩还挺浪漫 当年 这个女的在长沙一个大学 是大学生 上了一年 离家出走了 钱花光了 要跳 要跳大河 就在桥上 要自杀 这个男的 孕志军看见了 周围没人管 他上去把这个女的救下来 这不鸳鸯蝦蝶派小说吗 真是 现在这记者 现在要谁写这样的小说 人家是说你老土了 拍文一篇了 没错 可会挖掘呢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人两口子感情挺深 但是呢 这个女的当时送到医院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中国的有些病人家属啊 就像我也一样 咱们太外行了 你知道他后来跟记者讲什么 他说我看他们把我老婆 一弄进医院就把我老婆衣服脱了 那不是要冻冻死他吗 然后就说就压我老婆肚子 把他都压出血了 这可能是对医生妇科的一些医疗行为 但是可能看在咱们眼里 那怎么就这样对待我老婆产生了怀疑 所以觉得医院呢 在搞阴谋 你知道所以为什么现在说这个医患关系啊 就我 我觉得他可能触动了一个就是他的不信任感 他本来想要钱呢 对 他本来就没有多少钱 他真要负刑事责任了这样的话 怎么行 谁要负刑事责任呢 就是男的啊 他对他的生命失去 你看因为他自己的一种精神幻觉 这是幻觉对不对 你认为医生在害你 然后他他就他来行使这个权利 拒绝给这个女的医疗 导致了生命了吗 那你的因果关系不是这样出来了吗 但是继续有悲剧 学老师断案啊 学老师断案 你这拍刀讲干嘛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你这个伴侣啊 对 要找得好 一定不能勉强 那个虎妞啊 拼命要追那个祥子嘛 对不对 他一直追这个祥子嘛 后来终于给他得手了嘛 祥子其实是不爱他的 他一直要祥子 给他在房间里做事 祥子要去拉车 他很不满意 但最后虎妞不是难产吧 好像难产 那个祥子就是不把卖 就不肯卖车 就没钱 就虎妞就死了 死了以后为了葬他 最后还是卖了车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香港的同学就非常尖锐 他就是说 你看这个祥子爱车 爱到这个地步 老婆难产了 他都不肯卖车 把这个钱还还不卖 最后那个老婆就死掉 所以很多人用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讲 虎妞冤枉啊 我不同意 你真死了 我觉得你这个类比 这套子 就是啊 他们怎么不能理解 一个人到生命紧急关头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你到你生命到紧急关头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你做决定 这是一个多么吊诡的时刻 你们没想过这一条 当你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这可能 我们出一个车祸 我们得一个什么病 我们癌症 或者是像这样的情况 这个时候医院要 你的生命要征求 另外一个人的意见 某种意义上 这时候你的命捏在那个人的手里 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们都看到过 你先别激动 我跟你说 你现在已经一个是把虎妞和翔子的 这个是一个没有爱情关系的一个 一个 他们以为有爱情关系啊 你假定他们的爱情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不能假定 我们只能根据已知的事实来判断 已知事实是这个男的 根据对医院的一点幻觉 然后就拒绝不给他 你现在又讲个说话 他就说他们俩是一个爱情关系 你先把这个事掰成屏幕吧 咱就说这个 他 萧志军的原话说 为什么不签字 他说 我从来没去过大医院 以前住在别处的时候 老婆感冒 到村里的私人诊所打掉针就好了 有记者问他 不签字等于害了一条人命 你知不知道 他自己说 我好喜欢这个儿子 我要把这个儿子保护的 好好的 不是因为他爱钱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 就你说爱车 你把虎牛也操掉来了 虎牛是这样 但是他是出于爱意 这个没有问题 他是出于什么 爱意 他是出于爱意 但是他无知判断 他剥夺了他的亲人 受治疗的权利 他的亲人导致了生命的死亡 关键在这个 这个人这样的情况 关键是医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次这个医院 还真是 就是当时他不签字 医院 还打110 找这个通过公安 就说他有没有其他家人 能够做这个决定 对对对 再一个是跟 我觉得医院做的 再一个跟上署机构 什么卫生局报告 说这事怎么办 上面也是这么说 说家属没签字 就是不能动手术 对 这个医院确实从法律上 你很难责备他 因为他也也劝告这个签字了 他也从前上 他也说我 这我们还得回到 他也要 他怕犯法呀 这我们还得回到 当时的这个医院的判断 如果说这个手术做是有 百分之多少的可能性 比方说我80%是会成功的 但有20%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我做这个 我需要他的签字 如果说医院判得非常清楚的 99%是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的 而只是因为他不同意的话 我觉得这种时候 医院是不是应该 而且他是明显无知嘛 他这个是他 他有一个理由 他是怀疑医院 是有预谋 有组织谋杀 我听说他这个人 在多少年前 很年轻的时候 被算过一命 就是一个算命 先生说你将来有一截 你保不住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 投生的儿子都保不住 他很迷信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是他的命里边 逃不过一个宿命的感觉 那这个妻子来了 孩子要生了 那他那种极度的紧张 他因为有这等于是预兆 早就在是二十年前 我听说就是算命先生 就是这事就重在他心里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觉得这事要出事 他极度的不信任 他要他出于可能一种病态的 要保护 我一定得看护这个命 这个有组织 有一谋谋杀的罪魁祸首 是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二十年前 就他就不是因为这个命 就真的发生了吗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们谁说 我想这个人的生命 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 自己不能决定的时候 我们平常比较正常的时候 先周围看看清楚 就到时候帮你签字的人 有没有这样五迷三道 心里阴影 当初算过命 先早点把他排解掉 对不对 这个比较容易解决 另外你知道我想起什么 以前我们知道 有些人地位高 他生了病以后 对他的病的处理 不是他自己处理的 是有一个医疗小组 对对对 领导人就是 领导人就是 非常高官 他不能处理的 这个医疗小组的意见 其实有些在事后看来 对他的健康 并不是那么有利的 仔细想一想 都会玄乎 你这从低拉到 这高的这个高官 这个确定是 这现在都存在 这样的问题 要不就说什么政治生命吗 政治就是生命了 有些时候 是吧 我看过一个资料统计 说现在全国医疗 我不太准确 听说这样说 是现在全国的医疗 很大部分的国家的费用 是花在城市里面 而且这个里面 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是花在高级干部身上 党员有七千万 但是真的高级干部 可能不到一百万 占的比例非常非常之高 对对对 但是他们在想 我的那些朋友 作家朋友啊 现在个个都争着 想当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啊 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在乎 一个政协委员 他说你不明白 你做了政协委员 我可以去 我一病就到华东医院 跟着老 我就是一个作家的话 你去排队付钱 那就非常苦 就关到一定级别啊 你就有非常好的医疗待遇 但是 的问题是 的反面就是说 一旦你有这么好的待遇 命就不是你的了 因为你的命是全国人 就是组织的了 是全国的 你的脚都挺有意思 纳税人 你看这个孕妇的命运 是绝对在这么一个丈夫手里 但是另外有无数的人 他的命是绝对在另外一些小组手里 哎呦 你们仔细想想看 没错 起人忧天吧 对 咱还是 咱还是聊生育的这个问题 生育的这个 我觉得你看你能起这个联想 你联想照 这件事之所以 我觉得激发了网上媒体 这么多的反应 就是大家热爱生命 热爱生命 而且发现从这个 他触动了多少方方面面的神经 法治的 医疗制度的 一个平民的生命之剑 就是说就其实就是一万块钱 五千块钱 这个事就解决不了 对吧 然后 一个平民 爱情的代价 无知 到了这种地步 但是一个无知的人 你是不是就能 就是说因为他无知 所以他杀了他最爱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个罪犯呢 你怎么办呢 有一个非常 他这个搅在一起了 所以肯定是各种判断 然后最好是所有的人都有错 实际上说实话 你也可以说医院也有一定责任 就像你刚才说 如果他明显是一个愚昧的 不能判断由他来签字 你就应该赶快抢救 但问题是 抢救要是死了呢 对呀 就要有法力保护 他是悖论 但是法律没有健全到这种地步 就是说 比方说法律假如是这样的话 就在正常情况下 在一般情况下 需要家属签字 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 比方说家属 丧失正常判断的能力的情况下 比如他是个疯子 他是个完全的神秘 你明白没有 比方说一进来了 这个家属就是说 上天的魂在他身上 他是盗子的传代 什么什么 讲这么一大堆的话 那这个时候医院 如果还照这个法律 医院就疯了 我跟你说说别的 我从这个声誉 我就想到 你知道这个 剖腹产 那天我想起 你记得安东尼奥尼 来中国拍过一个纪录片 真词麻醉 特别奇怪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讲 所谓的真词麻醉 在到底靠谱不靠谱 到后来 好像还得有人当笑话 讲说这玩意不灵 但是在 安东尼奥尼拍的 这个纪录片里 在北京的一家医院 完整的记录了 当时的一个产妇 真词麻醉 实行剖腹产 一边还跟人聊天 你瞅瞅这个 你瞅瞅这篇子 第五位 竟然是在 至少了 这些nos 还要持络了 这个疗疗 但是 这些疗疗 疗 疗 而遇到瘋的脂肪,承受到疾病 你看没有 这好像是真的 这怎么回事 看刀咱的片子是剪掉了那些血肉的那些 真是就看着肚子拉开 好家伙真的产妇在这聊天 一边不疼 要是那个方法这么有用的话 现在为什么就不提了 这又是个common sense的问题 我又讲常识的问题 高科技 要是他真的这么管用的话 咱卫生部门现在这么国宝的东西 为什么就不推广了呢 我也是第一个反应是不信任 甚至我都有一个搞笑的 就是他往他那个音符嘴里塞了一下 我想那是不是真的是麻醉药 那时候可能有些就是精神的这种 不过这个 精神会把你肚子拉开了 你精神怎么暗示 只有一个解释是比较容易的 江青不是批判他是妖魔化中国吗 他侮辱中国吗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 好笑话我们中国吗 不过咱在里边真正有这个体会的是扎老师 对吧 我没泡妇产 我自己签字自然生产的 我没有 你代表一下这个孕妇 你觉得现在围绕着这个生育 有什么你觉得关注的事 代表一下孕妇 对 曾经的孕妇 生过孩子 没有我们两个 没办法代表 对 你们这事只能是我说了 对 我们做这个男人的只能是要求咱们人道化 以后老婆生孩子应该允许老公进去陪着 对 对吧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特例 因为首先我不是在这儿生的孩子 但是每一个都是特例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个案 只不过因为媒体关注一下子 他就变成一个好像非常有普遍性的 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丈夫能有几个 这医院里 一般都从医院的 我跟你说 一般家属都会签字的 对 而且我也是一个个案 就是现在的 比如说在美国 他麻醉药已经非常发达 多数的孕妇都选择 比如说他一个叫epidora 就是从后边脊椎后边打进去的 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疼痛 你就可以自然生产 而我是选择了一个自然生产 所以这个首先我也没有典型 再一个美国虽然大家都 而且你这一听就更悬了 不仅是丈夫能进来 而且我一直到最后还在喝冰水 你想在中国 这你根本都是要坏 就是之前你都不能 你不能学产妇 生了小孩没多久就去游泳了 我在生育 我是第二早上九点生的 我女儿 头一天晚上十二点 我还在游泳 这而且我就是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太 他的医生的建议 就是不是你要坐在那 不敢动了 就保这个胎 而是你要做正常的运动 反而对这个生产很好 我正好在头一天看了一场 特别激烈的网球赛 当年那个桑普拉斯 我是特别喜欢的 女儿现在脾气这么样的厉害 这还不厉害吗 这小霸王一个 但是确实打球的时候 他就在踢 所以我游泳 完了生产非常顺利 喝冰水 但是就是说 你别以为男人进病房以后 你就全部过程 你都很清楚 我丈夫的使命是在那拍 他拿了一个摄像机 要拍生意过程 结果出来一看全是地板 因为到那时候都看傻了 你知道吗 他全是在 他全是看这机器掉在这儿了 他全部没有 前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人道待遇还是什么的 我就想当年我们的母亲们生孩子 那天我回家 我听我妈妈说了一通 你知道 那个时候妇女怀孕 我妈妈还在厂里 我爸爸都不知道 他们在同一个厂里 办公室 都到了 照常上班 都到了坐洞 痛了 然后那个时候都没电话 打都不 我爸不知道 我妈妈一个人就跑到医院去了 跑到医院 医生也一检查 说还没生 还没生 说你给我找个病房 找个床 哪怕楼道里找个床 我躺着 我等着 医生说你这没有 满床位了 病房都没有 你走吧 但我妈妈知道 又要当天就要生 你知道 就那个时候 我妈妈一个人在医院门口台阶上坐着 等 就中间出去买个面包 就这么 就这么等 等了十几 生你 生我 在医院门口台阶上坐着 等了十个小时 等到夜里十一点还是一点 觉得哎呦不行了 登登登 自个儿再往复展科跑 就要要要要生了 弄了就生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 最近最近我们家有个亲戚 我那天还说吗 发现癌症了 这个好像那天还问我 说在中央台看见一新闻 说能够手术治癌症 结果还真给他打听着了 打听着 医生一看着CT 就说没救了 浑身都已经是疙瘩了 这个哪儿都扩散了 那么就是说不行了吗 不行了 但是我就说你要送医院 医院不收 他是农村的吗 我们老家 农村不收 为什么呢 医院说 就说你看你们家里花这个钱 没有什么意义了 完全没有意义 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吧 可是我说那多痛苦啊 那多癌症肺癌 扩散全身 那多痛苦啊 那至少是不是能够给他麻醉一下 减轻一点痛苦啊 但是医院就不收了 所以我是觉得人的生命走到这一个时刻 你一生一世做人走到这一个时刻 就不管你怎么样 地位高也好低也好 你的命就在别人手里 我就在想这个吊诡的时候 你像我们看到的一例子 你在一个爱你的 但是无知的这么一个男友手里了 对不对 那很多情况我们刚才讲过 你可能在一个跟你有利益冲突的组织的 或者别人的手里了 或者说是在一群 就是 就是反正你这个时候就天命了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关于安乐死的争论 就是这个人 他已经完全作为一个生存的人 已经早就停止了这功能 比如是一个植物人 或什么 最要命的是 如果他还有一点意识 那更糟糕 就是他可能早就想死了 这样活有什么意义 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就是拔不拔这根管子权力是在他的亲人手里 而亲人就会在天人交战之间 你说我是亲自签字杀死他呢 还是让他继续受这个痛苦呢 你这能责备谁呢 具体的例子是我有同学就碰到过 就是说医生医院跟他说没有办法治疗 但是每天花无数的钱 所有的小孩都商量 他们还是得医 还是得把这个钱填进去 就是你进一个 就是说没得救 但是还得填进去 这是一个悲剧 我觉得你很难